小薇姐 小薇姐 好看啊 孩子 我看看 真好看 这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儿子 我儿子 我儿子 小薇姐 你的大恩大德我会记一辈子的 你这是干嘛啊 你快起来啊 快给你扶起来 小薇姐 你不知道 昨天晚上雨下得可大了 我一刻也不敢耽误 我 我有儿子了 宝珠 我有儿子了 宝珠 你过来一下 干嘛呀 我有话跟你说 啥事啊 宝珠 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情况有变 有 有什么变啊 我想你猜也猜得到 小薇她舍不得孩子了 也希望你能理解 啥 啥意思呀 不给我了 不是 不是这叫什么事啊 你们耍我呀 你去问问小薇姐 她根本就没想要这个孩子 是我苦苦求着她留下来的 你答应给我又不给我了 这叫什么事 我下贵我都给她贵我两次了 你别激动啊 宝珠 令老师 你看啊你也是当老师的 你 你这事能开玩笑吗 你们不给我孩子了 让我怎么办呀 全小街的人 我们单位的人全都看见我挺着大肚 走来走去的 原来现在我肚子没了 我孩子呢 我们家耳之乔还等着当爸呢 宝珠 你能不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啊 我 我理解 我理解 我都能理解 怪你们谁理解我呀 李老师 这事我也跟你说不着 跟你没关系 这是我跟小薇的事 我直接找她 宝珠宝珠 你找她干什么呀 那孩子是小薇生的 你还要跟她抢啊 你 那她要是变卦了 我就想 你这么想话可就不讲理了啊 我不管 反正我不管 我来都来了 抱不得孩子我就不走 算了算了 我亏你说了 宝珠 妈 你干啥呢 你说你二婶她能去哪儿呢 妈你别怕 要不是你让二婶走的 是吗 这牛姨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 这话里话外全成咱的不是 总不能端起盆脏水 叫人头上盖啊 还讲不讲理了 你二婶不回来啊 这事就没完 你说我二婶也真是 平时租也就罢了 生个孩子她也租 你说她 她能去哪儿呢 这 妈 你说我二婶 会不会去医院伤害她 这不都找了吗 市里几家医院都没这个人呢 反正我不信她会去找二叔 她也不信 那说明她心里头有鬼 别把人往坏了下 你二婶那人你知道 她就是没心眼直肠子 就因为她是直肠子 突然一拐弯 把咱们都管坑里去了 二婶 你就真的不担心她会出事 我不担心她不会有事的 我怎么这心里 我这慌的我 妈 二丘 你二婶走的时候 就跟你说过话 她就说去找二叔了 是这么说的 再没说点什么别的 没了 妈 二婶不会有事的 二乔 你没骗妈吧 妈 二婶都说了 不用替她担心 这能不担心吗 妈 我先进屋了 我先进屋了 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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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志强 别这样 都是嫂子不好 嫂子把宝珠弄丢了 妈 我要舍是自己走的 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我 先别说这些了 家里都乱成一团麻了 我先把东西放了一下 妈 你们都先回屋吧 先回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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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志强 你可回来了 怎么了 快去看看你妈吧 我怕她撑不住 我陪你回去看看去 等等 我熬了粥了 你端一碗过去 志强 保住要是回不来呀 你妈这关可是过不去 爸 我知道 你别着急 一会儿我去劝我妈 好嘞 你妈就等着你回来呢 妈 吃点饭吧 不吃 这天大的事也得吃饭呐 是不是 我吃不下去我 你保住的性子 肯定是脑子一热找我去了 那你等他呀 你回来干什么 你回来干什么 妈 你放心 她应该没事 没事 什么叫没事啊 她不是你媳妇啊 你说得那么轻巧 妈 保住她妈 你看志强来看你 你肯定把人家给呛的 那媳妇丢了不张了去找 你来看我干什么 我跟你们说 我用不着人看也用不着人劝 我死不了我 妈 志强 来 来 放这儿 先放这儿 你妈这人哪 她就这样 我哪样啊我 我哪样 张长庚 保住不是你见闺女是不是 我闺女丢了怎么着 你还想让我吃香的喝辣的 满 满大街去扭秧根啊 妈 你别生气了 我去找 你上哪儿去找 能找的地方我都去 找不到我就不回来了 你给我站住 你们去 何志强 我告诉你 保住要有个好歹 我饶不了你 保住要有个好歹 我饶不了你 我饶不了你 志强 有消息了吗 我真是害怕了 这个宝珠啊 这个宝珠啊 寻人启事我也贴了 电台也广播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沿着江边 跑了几十里地 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我该上哪儿去找呢 怎么啦 怎么了 把门关上 怎么了 而且我问你 你是知道二婶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呀 你没说实话 姐 我真不知道 二婶就说 她要去找二叔 别的什么都没说 你没看见二叔 都快找疯了呀 那我也不能瞎说呀 来 晓月姐 喝口粥 来 我不想吃 我特意给你熬的 你看 这有红枣 我还放了红糖 你多少吃一点啊 吃一口啊 来 来 吃不下 小薇姐 咱俩得好好说说吧 你说什么 我就认一条 说好的话是不能变的 我也没想要变 可是 那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 我一见了他 我就离不开他了 我也是个女人 也是个当妈的 我想请你理解比较我 我一见了他 小薇姐 你说的话我都能理解 可你能不能也理解一下我 我可是有脸出来 没脸回去了 你当初要不给我下保证 我何苦演这场戏呀 后悔了 晚了 你要是早点后悔一切都来得及 你不用说打掉孩子 我也不用装大肚子 可到了这个时候 说什么都晚了 那我就跟志强谈了 你想跟他说什么 去告诉他孩子是他的 你让我抱不走孩子 还丢了丈夫 小薇姐这一步 你早就想好了是不是 我不是这样想的 那结果不一样吗 你不可能生下高博的孩子 你不可能生下高博的孩子 这一点你家里人知道 而志强他也知道 你冷不定抱个孩子回来了 你不就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跟他好上了吗 接下来就该我正躲住滚蛋了 该我给你让位子了不是吗 你别这么说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真想跟他说 那你就去告诉他 那你就去告诉他 我正宝珠死了 只有我死了 这件事才能了 小薇姐不瞒你说 出来之前我早就想好了 但是那地方 你要是变卦了 童安我是不可能再回到 我就去跳架了 你说话不算数 可我说话算数 我跳了枪 你去跟二十枪解释吧 保重 你这是在逼我 我逼你 是谁把我逼到这一步的呀 我不是来抢孩子的 是咱们之前早就说好了的 你变卦了 你空了我 你这是在把我往死路上逼呀 不是 不是 反正话我是料整的 你要非不给 也行 那就等着出人命吧 我来不给你 你答应过我 好好带她 走吧 小菲姐 就是我的恩人 你放心 她就是我的七生骨肉 我会像带妻儿子一样带你 我郑保重要是用半句假话 天打五雷后 我起来吧